哈喽大家好 周晨雄中文论坛12周年 来所联祝福吧 周晨雄中文论坛12岁了 祝福论坛生日快乐 多谢大家多年以来的支持 让我们继续互相鼓励 互相扶持 一起结伴同行 可以看求生日歌吗 Happy Birthday to you 老师老师最近都在忙什么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新专辑的情况吗 我的近况啊 我最近真的是非常的忙碌 一方面就是忙碌准备演唱会 上一场演唱会开完之后呢 我看了视频然后检讨 发现有一些东西还可以调整得更好 所以就在跟工作人员开会 在想这个事情 同时呢有一些歌 我觉得我可以唱得更好 所以最近呢也积极的在练歌 然后呢身体状况也可以更好 所以呢也在锻炼身体 练习肺活量 希望肺活量能够更棒 然后同时呢新专辑也在录制中 所以我在这个空档中呢 飞来飞去到处去录音啊 忙工作的事情 希望大家不会等太久 能够新歌赶快跟大家见面 马上快年了 老师有什么新年愿望吗 马上到2020年了 我的新年愿望呢 就是希望在新的一年 接下来的每一个工作 都能够尽量把它做好 做到尽善尽美 同时呢希望身体能够再健康一点 然后希望作品的产出速度可以快一点 老师老师新的一年有什么话要对钢丝讲到 那新的一年我也要祝福大家 不管大家是在求学或者是工作 或者在家庭里面 在家庭当好爸爸好妈妈 在求学的时候当个好学生 然后在工作呢 能够当一个非常好的员工 或者是大发力士的老板 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恭喜发大财 老师老师有什么问题想问钢丝吗 深圳登过青花号的朋友们呢 觉得我这个掌舵手表现的怎么样啊 下面是广告时间 2020年情人节约定大家再次登船 青花传情 中处传雄巡慧演唱会 成都站 我们不见不散